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 法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同在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第十五节 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一百二十笔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弟兄们 圣灵界大位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着达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人上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所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扑倒 肚腑蹦裂 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地起名叫亚阁大马 就是雪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世纪约翰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生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做班的人中 另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选取两个人 就是叫做巴萨巴 又称为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们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住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这段经文呢 是我们记上一次 一章的十一到十一节 主耶稣的应许 这段经文基本上 我们强调的背景 其实是第二章圣灵降临下来 从第二章开始 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 要出来一个新的上帝的计划 就是教会的产生 教会开始诞生了 那么第一章 如果第二章教会诞生的话 那么第一章应当是 教会的孕育期 或者是叫做预备时期 那么在这个预备时期的 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呢 一定要去处理 一定要去解决 当然这段经文中 比较凸显的两个地方 就是说 一般来讲说 其实教会是诞生在 一个祷告会的里面 教会是什么地方产生 在祷告会中会去产生 上帝的旨意会在 祷告会里面来去体现出来 有一本书叫疾风烈火 它是在美国的 布鲁克林的地区呢 的一个教会发展的故事 那这个教会是 布鲁克林区呢 是黑人居住的区域 很多的一些无业游民 觊觎一些社会的闲散人员 无业游民 他们在那个地方徘徊 然后有一个牧师呢 就去这个区域开始开拓教会 开拓教会 结果呢就是很乱 因为是在红灯区 是在士兵区里面 经常有人骚扰 也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那这个牧师就觉得说 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 就开始祷告会 后来这间教会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教 就是他这个牧师叫 新基敏 创办的这个教会叫 会墓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 后来写了一本书 就是写这个教会的 发展的过程 叫疾风烈火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 曾经呢 发生这样的一幅图画 这个教会找不到路子 该怎么发展 所以呢有一天 他们就在祷告 结果有一个 有一个人在这个聚会中呢 就开始给他们分享了 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大体的意思 是这样说的 从礼拜天的教会人数 能够看出来 教会呢 喜欢 就是会有这个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的信徒 喜欢这个教会有多少 从礼拜天的人数 能看出弟兄姐妹 对教会的喜爱程度 从教会的周间聚会 如果周间有一些 拜博士大体 有一些这些聚会团庆 从周间的聚会 可以看出来 信徒们喜欢牧师有多少 因为这个小聚会 小茶经 然后如果牧师不够吸引力 然后大家就不太容易 但是他说 如果从祷告会中呢 会看出来 弟兄姐妹喜欢谁多少 喜欢上帝多少 所以他们这个教会 就领受这样的一个负担 然后就好好的办祷告会 所以你知道后来 他们这个教会的师班 都获得过 哥赖美奖 就是这一群社会上 很普通 当然黑人可能 那么的悦感很好 然后呢 后来这个教会就很温馨 这个教会的爱心 之间就很泛滥 很多人呢 就生命被翻转 被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这些 我刚才举的那些 社会群体来说 对他们来说 你跟他讲大道理 你跟他讲圣经 你跟他讲神学 你跟他讲 对他来说没有用 对他来说什么是有用的 有人爱我 有人爱我 有人真的爱我 他被爱到 他今天能成为那个样子 他一定有一些伤害在里面 所以当他感觉到被爱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 其实就被翻转过来 当他们翻转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说 爱是最重要的 他们就会去活出这份爱来 所以很多人的生命被翻转 所以他们的礼拜天的聚会 常常会变成一个见证会 变成一个祷告会 他们花很长时间 他们会去 把他们心中的爱 透过诗歌来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这样被翻转的 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个DNA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 其实就是爱 那个爱是怎么体现 其实是一个祷告会 一个祷告的 一个一个一个 但是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就是 谈到了人事问题 谈到了人事问题 也是这张圣经中的一个重点 也有人这样说 我记得几天章了在我们中间 还是在华语讲过说 其实教会开始的前提是 人才齐备 后来我说 其实开个公司也一样 做一件事也是一样 这件事成不成 除了这件事情的评估性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 所以教会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处理这两个方面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的题目是要分享说 健康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DNA 它的里面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基因 第一个是圣经 那么我当然我们谈到 为什么谈圣经呢 因为我必须先界定一件事健康 各位 你们觉得什么是健康 什么叫做健康 我们现在不谈健康的教会 你们觉得健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问大家 健康的人是不是就代表不生病 世界上有不生病的人吗 如果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 就说明没有不健康的人吗 还是没有健康的人 那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健康的家庭 什么是健康的基督徒生命 什么是健康的教会 你健康吗 这样我问得比较直接 你觉得你健康吗 又不言不太知道 回答 OK 其实健康 我去查了一些什么 什么大百科吃点 这些东西 他们讲了一些说 身体 心理 这个的什么协调的平衡 等等等等这样 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健康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不太容易去定位的 不太容易定位 因为你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头疼感冒 会生病 当然你老生病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健康 我记得 今天的红桃又没来是吗 红桃来了吗 来了吗 哦红桃来了 对对对 然后红桃现在正在生病 那我们可能会说 他现在 现在不太健康 麦克大哥问我说 他不是学护理的吗 为什么 身体还是不太健康 我说这个 给学护理没关系嘛 对 也不 所以 所以给学护理 学护理就代表 一定要健康嘛 我觉得这个也 我们说如果学护理 一定要健康 那这个数据也不太准确 其实我觉得健康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我今天老师 我在 我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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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门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这个地方有一点青 我这个地方有一块是青色的 然后我看着镜头说 我这个地方怎么会 有一块 鱼青呢 然后我就问问太太说 我说这块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翻到外面 太太说 大惊小怪 可能不知道哪地方撞到 后来我就发现了 其实我胳膊也有好多块是青的 我知道为什么 就是 就打篮球被打的 就打篮球被打的 就是这个 昨天张医生还问我 你胳膊怎么回事 我老姐是不是太太抓的 然后胳膊被抓了 那就是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吴大哥讲了一句话 吴大哥说 你就是细皮的内肉 你看抓了一下 这么久还不好 我也被他说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好的脉也不怪我呀 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粗皮 他觉得他是粗皮 他要被抓这么一下 他很快就好了 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你看弄了一个礼拜了 一看还这么些 这个事你这样批评我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也不会不好讲什么 因为我说 这个也好不了 那问题是 他两三天就 同样的伤在我身上 一个礼拜 同样的伤在他身上 三十天 吴大哥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同样的伤在你身上 你好得比我快 真的 为什么 免疫力强 很自信 对对对 就算他讲的是真的 那这样是不是 他就比我健康 在这件事上 他要比我健康 为什么呢 他的自愈能力 比较快 清楚了吧 所以健康的意思不是说不会受伤 健康的意思不是说没有问题 健康的意思不是说一对健康的夫妻 不是说夫妻从来不会吵过架 从来不会变过脸 健康的婚姻不是说从来不会有问题 健康的婚姻表示说他们有了问题 他们会很快的愈合 当他们有了伤口的时候 他们不会让那个伤口的那里流半个月的血 他们不会让那个伤害到日落 他们不会让那个问题一直在那边 耽搁着不去处理 然后呢 以至于腐烂到 然后让小事变大 大事最终就没办法去处理 而是健康的身体是什么呢 健康的身体是 当这一件事同样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他会有很长时间两年翻不过来 但是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可能他会用很短的时间就得到了愈合 所以健康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软弱 健康的基督徒不是说不会贪心 健康的基督徒不是说他不会生病 他不会遇到困难 而是说健康的基督徒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回转过来 他会用很少的精力 就可以从问题中脱颖而出 就不至于让这些困难成为他 长久的羁绊和阻弊 一个健康的公司不是没有问题 而是他们能够很快地把问题化解掉 健康的家庭不是说家里没有问题 而是他们有一套处理家庭问题的预案和方式 当问题出来的时候 他们很快会做一些调整 健康的基督徒会遇到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转变 因此新约教会 使徒行传的教会 我们说它是健康的教会 我们说它是健康的教会 的原因不是说他们中间有犹大事啊 他们中间会有人欺哄圣灵啊 他们中间还会有很多人 保罗和彼得会产生争执啊 外邦人和犹太人因为捷径里受隔离的问题 还会产生冲突啊 但是健康的使徒行传的教会 是他们让每一个问题 没有成为他们长期的拦住 成为长期的障碍 而是这些问题 他们都有了解决的方式 并且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和样板 成为我们今天教会 解决同样问题的参考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它能自愈 它能够处理这样的状况 那么从这个健康上 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那当他们出现问题 当他们遇到不健康的时候 怎么办 比方说我们看到说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犹太人规定 安息日所走的距离 所走的那个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呢 是很短的 非常短的 并不是说要走六天的路程 其实坐在橄榄山上 看耶路撒冷是完全 其实就看得到 现在其实耶路撒冷 这个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里面 就在里面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到了有一座楼叫马可楼 那么他们在那里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 当主耶稣训练了他们三年半以后呢 其实他们面对的主耶稣 钉上十字架 陪伴了他们四十天 耶稣升天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说 耶稣一升天以后 然后他们就抬着头望着天 然后天使就说 加利利人呢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你们看见这升上天的耶稣 他怎样去 他还要怎样来 那么门徒就接下来说 他们就回到那边去 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 要到耶路撒冷那边去 要做什么呢 你们要在那边 等候所应许的圣灵 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圣灵为什么非要在耶稣 升天以后的四十天 才降临下来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答案 就是这个问题 我想了很久 真的很久 我终于有了答案 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 很奇怪 你看耶稣在地上 耶稣三天和门徒父 耶稣在坟墓里三天嘛 耶稣没有复活 没有复活 对门徒来说 天塌了 跟随了三年半 坐着一个 跟随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死了 后来这个人复活了 这个复活还是 这里出来一下 今天在马卡地 明天在中国城 后天在奎宗 那一天跑到安提包罗 所以在这里冒险 在那里冒一下 然后断断续续四十天 最终我们确定说 在安提包罗 在达根代 然后在奎宗 然后在瓦林锡 这些地方显现的 耶稣是真的复活了 好开心 大家终于团聚在一起 然后耶稣说 我要走了 拜拜 然后就走了 走了以后 没有圣灵 耶稣也升天了 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开始问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耶稣就说 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 你们在那边等候 等多久呢 耶稣有没有说 等多久 有没有 耶稣有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等多久吗 没有 然后说 你们去哪里等候 所应许的圣灵 就在那里等 然后对门徒来说 哦 耶稣已经走了 圣灵降临下来 要跟我们同战 但是 我就在想说 耶稣 升上天 的时候 门徒真的这样看 圣灵就 哗 降临下来 那么更好吗 为什么非要在那边 要有 四十天的时间 然后让门徒在那边等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问题 因为 真的不想等 因为等这件事是一件很 很烦的事 当然我们在马尼拉是很多时候是不得不等 对吧 不得不等 你不等也得等 然后你不想等也得等 你发习气也得等 所以呢 在马尼拉我们对等这件事呢 是有的时候有很多被动的认知 各位 如果有办法不等的话 要不要等 最简单吧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先生 你们礼拜天 你们来聚会的时候 是太太等你 还是你等太太 我们结果婚了 你们早晨来聚会 是你等太太 还是太太等你 我告诉我告诉你 我的经验是 我自己的经验是 最紧张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然后你在家里等 等得差不多了 然后看他也收拾好了 然后他就说 你先去教会开车 我随后就下去 因为你一看 也确实差不多了 然后就说 然后你把车呢 开到门口 然后呢 我就差不多就到了 结果你开到门口 没人 并且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完全不知道说 他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他一上门 他说 你出门的时候 我又忘记一个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很有耐心的 哦 没问题 那个东西很重要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所以你就会看起来说 等 其实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 很麻烦的事 等不及 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 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说 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 做什么呢 要 等 要等候 要等候 等候什么 等候四十天的时间 在那边等候 但是其实在那边等候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是祷告 祷告 所以教会生活中 基督徒的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学会在祷告中 等候上帝的应许成就 基督徒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DNA是什么 就是在祷告中 忍耐等候 神的应许出现 要等候 忍耐 神的旨意去出现 我有时候我就常常 抱歉 我有时候我常常看到 张先生 给张大人 他们两位 我不知道他们 当初领受 异象的时候 张先生 当初领受 看到普通话的事工 在菲律宾的时候 我不知道上帝 让他看到的图画是什么 他领受的负担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什么 OK 但是在这个时间中 差不多二十几年过去 你退后二十几年 张先生才五十出头 五十出头 那个时候林肯也就是才 也就是十多岁 可能也就是十一二岁出头 因为林肯现在二十 不到 没有 还不到十岁 是吧 很年轻的时候 所以张先生四十多岁才有的 所以你就会看见说 孩子是需要陪的嘛 孩子也是需要照顾的嘛 他们的青春期 他们的成长期 我就觉得说 其实教会生活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DNA是什么 我们不用说上帝在等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 就是谁到底在等谁 就是一定先看到的人 在那边做什么 在那边在等候 等候什么呢 等候上帝的应许成就 因为那个应许成就 等他明白 等他懂事理 等他有些翻转 你知道等的是很辛苦的 我经常听到妈妈说 妈已经讲烦了 妈已经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但是问题是 你讲过多少遍有用吗 你讲过多少遍没有用 你只能等嘛 等到他明白这句话嘛 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 父所应许的伤会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眼 其实不是单眼 那是宽容你们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 教会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DNA 家庭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DNA 是什么呢 教会是一个 可以在祷告中 等候神应许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 可以在祷告中 对人保持长久盼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神所应许的 要没来到 那神的应许是什么 神的应许是什么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把福音传出去 各位 我们要等候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应许 同样 我们也需要等候别人 我们要去等候别人 昨天晚上有来参加聚会的 会不会觉得说 李长老跟那个人传福音 好神奇 是不是 好神奇 我坐在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 李长老 我好佩服你 李长老 我太佩服你了 为什么呢 这么厉害的人 然后让你三言两语 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我太羡慕你了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想了想说 我不要给李长老比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中的一个感觉说 其实我相信 他传福音 很多人没有信的经验 应该比我也多 他给很多人讲 别人也没有信的经验 应该也很多 也很多 只是他没有拿来讲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相信 这个应该比不接受的 就是接受的要比不接受的 要多 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 因为这件事太神了 因为连他都觉得神 连他都觉得很奇妙 这就表明是什么 其实你只能等候 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圣灵让一个人的灵魂苏醒 圣灵让一个人的心反转 但是这个等候很难 非常难 不容易 不容易 等很久都等不来 然后等不到 等不到 比方说 其实像我 像我 像我太太 我太太其实是十几 上初中就是十 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们全家都信耶稣了 那么直到他三十几岁 我去娶他的时候 我岳父都还不信 他们一家的重担 都是要 要把福音去传给他 要等候 父所应许的圣灵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必得到能力 所以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一个 可以等候神的应许 在那边实现的地方 那怎么等 怎么等 圣经上说 他们在那里 同心合一的祷告 圣经上说 他们在那里 同心合一的祷告 教会是在祷告中诞生的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的同在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神的同在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是在祷告中 去产生的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要把那个时期显示出来 教会的问题不仅是在祷告中成立 教会从初期看 其实教会的成长 教会的问题解决 教会的危机处理 教会的人才培育 教会的服侍力量 教会的拓展 教会的宣教 没有一样 不是在祷告中去完成的 所以祷告呢 是他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 得力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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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凭据 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 教牧神学院 华人的 华人现在在 在整个华人圈里面 培养牧者最好的一间神学院 叫中华福音神学院 中华福音神学院里面 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科目 叫教牧科 就是专门培养教牧博士 他们的主任叫吴献章 吴献章 我有一次跟他吃饭 然后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 我唱很多天运诗班的诗歌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以为台湾很多人是基督徒 结果他们那个时候告诉我 台湾的基督徒2% 台湾的基督徒只有2% 我说为什么我看了 那么多的基督徒 他说因为台湾的一些基督徒 在传媒 在很多方面有些影响 但是我在马尼拉 跟吴牧师吃饭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时候 台北快升到8%了 台北的基督徒人口 升到8%了 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告诉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 台面上的台湾的牧师 会比原来的那些老牧师 像吴勇章老啊 扣士员监督啊 等等这些 你觉得我们这些人 比他们更优秀 更会讲道吗 我说也不见得 这个不敢这样比嘛 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些牧师 不见得比那些牧师 更加讲得更好 那我说为什么 那个时候2% 现在有8% 他说除了时间的因素以外 我给你讲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祷告 第二就是圣经 祷告第二是什么 就是圣经 所以我说祷告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会看到说 现在的台湾的教会 能够从2%到8% 有这么一个翻转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他们的教会的联合性的 很多的这些祷告会 把那个生态这样做起来 后来当我听这样讲 我懂 我懂一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是 我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道 当然现在也不算是会讲道 不会讲道 也没有资料 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就是祷告 我们基本上就是祷告 当时的时候 我相信真的是有个很特别 我们两个传道人出去 一个传道讲道 另外一个传道 就是一定会跪在他的脚前 他讲多久 另外一个跪在那里祷告多久 但你知道我们过去 过去讲道 一讲道都讲两个小时 一讲讲很久 一般的就是 然后反过来说 我讲的时候 我的那个同工会跪在我旁边 我讲多久 他祷告多久 然后我讲完了以后 然后改为他讲 我一定会跪在他旁边 为他祷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的裤子 一定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裤子 全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吊着 后面有没有跳起来 因为这边的 那时候裤子 也不是什么好裤子 这个就是很容易 把折的都打起来 都折起来 洗澡的时候 都是洗澡堂了 都是洗那个 公共浴池 如果你前面的这个地方 是不接 就是没有那个厚厚的 那个茧子的话 你不好意思去那里洗澡 你觉得很不好意思 像麦克大德要带过去 去洗个热水澡 冬天 然后呢 你如果这个地方 是没有茧子的时候 你很 觉得很丢人 非常丢人 为什么 没有茧子 没有茧子 所以传道人的裤子 最容易坏的 第一个部位 就是膝盖 膝盖 所以到谁的家里去 到谁的家里去 这个家里 有没有住传道人 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这个传道人 在他们家 一定会有祷告的生命 一定会有祷告 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看见说 那个时候 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那时候在乡下的教会里面 什么都不会 然后就传福音 然后人就信耶稣 其实只有一个特点 是看到人不信耶稣 真的就会 会抱着 为他们掉眼泪 会哭的 会哭的 所以会为那个村庄祷告 会为亲戚祷告 是每天都是这样 去花时间去祷告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可能真理不对 你可能讲的也不好 你可能那个技术也不娴熟 但是 没有人怀疑你爱他 没有人怀疑你爱他 虽然那个爱 你也不一定觉得说 哇这个很酸 但是一定会是 一定会是这样的 一个传道人 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传道人 祷告一天不超过四个小时的 没有的 我去讲这些现象 表示是什么呢 如果那个时候 四个小时 和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 一个礼拜 一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超过四十分钟 很多人的祷告 一天不会超过十分钟 很多人的祷告 是不超过十分钟的 我们强烈地加在前面 加十五分钟 很多人的祷告 可能也就在十五分钟 遇到事的时候就说 帮忙啊 开车了啊 保我平安啊 与我同在啊 反正我不说你也知道 这个 谁跟谁啊 是吧 都了解啊 搞得跟耶稣很 搞得你觉得跟耶稣很近一样 感觉跟耶稣很热闹一样 然后 没事我也不打扰你啊 这个 我做我的 这事我不太靠谱 我要去找那个客户谈了 你可以一定帮我啊 帮我帮我帮我 帮我 帮我同在 感谢主啊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就是和上帝的这个关系上面 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方面 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要花一点时间在祷告中 去经历上帝的同在 教会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是DNA 你的最重要的DNA是什么 就是你的祷告 我们教会中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祷告 另外呢 我们同会之间最重要的是祷告 另外我们这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是祷告 当我们听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请不要急着去分析 请先为他来祷告 先为他来祷告 OK 我希望2016年的时候 咱们教会里面 应该有这样的图画 就是周云说 哎呀我这个礼拜遇到一天困难 当他跟牧师分享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 我应该听完了以后 我为他祷告 我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提醒我做这件事 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做这件事 就是什么 敬拜祖堂 今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今天咱们的唱歌 让我们中间的乐器 有一点嫌弃上出现哪一天状况 谈完以后 我们会在一块有一个祷告 我们会在 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只是回到事情面前 回到人的面前 周云姐提醒我 周云姐 也勉励了我 或者是这件事 我们需要长进 我们支持到这里 其实最终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求你与我同在 让我们等候到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与神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所以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 祷告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等候 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等候 而很多人把祷告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是吩咐 很多人祷告最重要的事是请示 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是 是等候上帝所应许的圣灵 祷告会让我们变得有耐心 这是重要的一个DNA 第二个哈 第二个重要的DNA是什么 从第十五节开始呢 他们要处理一件事 那时有许多人聚集 约有120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就开始讲话了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 在一起等候祷告的时候 他们在等候附所应许的 其实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 彼得被感动站起来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谈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去谈人事问题 要去谈同工的问题 教会怎么去维持下去 教会是服侍神的一个地方 但是 教会是一个服侍神的地方 但是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服侍神 周云带我们唱歌的时候说 主啊我们把最美的歌声献给你 你们觉得上帝听到了没有 起码你知道的 上帝有没有听到 你不一定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 你肯定清楚是不是 刚才我们的乐器 衔接的稍微有点状况 你觉得上帝听到了吗 你觉得上帝听到了吗 但是你觉得上帝听到 上帝觉得很重要吗 你觉得对上帝来说 这个很重要吗 对上帝来说重要不重要 肯定不重要吗 但是各位对谁重要 对周云很重要吗 为什么呢 依然没进去吗 对谁很重要 对事情的很重要吗 为什么 他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些 所以他的 我会觉得说 当你 我只是拿今天这个例子 因为大家很熟悉 其实当我们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是从哪里来 其实你不会觉得说 上帝不喜欢我 哎呀 主啊我今天不够忠心 上帝啊 对不起 我有些事 我没有做好 让你不高兴 我想其实你们不会觉得 上帝不高兴 你会觉得谁不高兴 你会觉得说 你不高兴 你会觉得他不高兴 所以你会看到说 那我们的敬拜是在敬拜谁 其实我们在敬拜神嘛 那我们敬拜神 但是敬拜神这件事 谁高兴重要 上帝高兴重要吗 但是到底谁重要 其实从我们的主观感受上是谁 谁重要 是我们重要吗 这个也对 弟兄姐妹这件事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经历到上帝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我们虽然是在服侍神 但是服侍的那个果效 服侍的那个结果 服侍的那个效用 是服侍在谁的身上 其实是人的身上 是人的身上 我就是这样唱 好听吗 好听吗 你们觉得 如果我这样带敬拜 你们肯定拿鞋打吧 但是问题上帝可能会说好 太感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些当爸爸妈妈的我们有时候会拿孩子的那个会叫 说你看你看我闺女好棒 我其实不瞒你们讲了 当别人跟我讲她孩子这样的时候 我都是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心 很好 真的很棒 但是我说我的闺女唱得好的时候 是发生内心的 是真实的 是真的高兴 所以别人的孩子 其实别人的孩子真的比我们的孩子漂亮 比我们的孩子好看 但是还是谁的漂亮 还是自己的孩子漂亮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是自己的孩子 他说爸爸就多了你的心 所以我有一天在沙发上 然后我躺在那边瞇一下 然后这个小布点就过来以后 突然把我的脸清了一下 你先把我清醒了 你觉得那个感觉陶醉不陶醉 我就觉得说我要在沙发稍微再静一下 让这个感觉再长久一下 但是各位换另外一个人家来亲我一下呢 我就说你有病了 为什么呢 其实是关系嘛 所以因此我们对神的服侍 其实最重要的是关系嘛 最重要的是这个关系嘛 但是结果是体现在哪里的 其实人嘛 因此人还是很重要的嘛 所以我还说 你一下没进去的时候 你马上不会想到说 上帝不喜欢我 你不会想到嘛 你马上会想到就是说 哎呀 我今天下来一定要跟周永说 抱歉刚才没有协调好 还是周永说刚才我抢了牌 不管怎样 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压力从哪里来 其实人还是人和人还是很重要 因此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没有人 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体现在我们和人和人的关系上 那人和人的关系要怎么样 人和人要有委身 人和人要有负责 人和人要有诚信 人和人要有约定 说了几点 我们就尽量几点 说好的我们就要去谈 人出现状况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处理的 人和人一定要去处理 我们现在教会很多事情其实还是不太规范 我们出现一些状况 当初期教会要产生的时候 你注意这里有一件事 就是他本来列在我们当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 这人用说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 以后身子扑倒 肚肠蹦裂 肠子都流出来了 各位 我在三年前 我选了十二个人 在马加利在他们教会在戴 我其实花了非常多的金钱和精力 这十二个人我一直陪伴 一直陪伴 然后他们吃我的用我的 然后我有时候都跟他们在一块 休息我都 所以我全部向他们敞开 但是很遗憾的是 中间有一个人不信 经过三年以后 中间有一个人不信 如果我这样讲 你们会觉得我这三年过得怎么样 注意听啊 三年前我带领了十二个人 然后花了所有的精力带陪这十二个人 三年以后中间有一个人不信了 你们怎么看我 失败了 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那 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是我 因为那个人就是耶稣 那个人不是我 那个人是耶稣 所以注意听啊 这件事表达两个很重要的角度 第一 如果你自己不去处理有些事 即使耶稣做你的team leader 即使耶稣亲自教你 即使耶稣亲自带你 你也仍然此无葬身之地 能听到我的意思吗 即使你每天请耶稣讲道 你即使是赌的哈佛的管理 你即使赌的是耶鲁的经济 你赌的是他的政治 就是不管怎样 你拿话是在一个最好的教会 接受的是菲律宾最有名的牧者的教导 如果你不出去你生命中的一些罪和障碍的话 你在那个教会不会成长 你在那个团队不可能改变 你在那个团队中不会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生命中有罪 你不愿意去对付 你生命中的问题 你不愿意去对付 所以我们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 耶稣带团队 团队中仍然有十二分之一是失败的 耶稣救人 感谢他的人只有什么 只有百分之十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给他say thanks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从犹大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 即使是耶稣做你的领导 即使是耶稣做你的讲员 即使是耶稣做你的牧师 即使是耶稣亲自在背你 即使你受的是全世界最好的训练 如果你除掉你生命中的罪 你仍然不可能长进 你仍然不可能去改变 这是一个角度 所以你自己要去处理 第二个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说 其实任何一个教会 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当我们同工中间出现有人 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一个公司有人离开 一个教会有些人不适合 有些团队中有些人出一些状况 其实也给那个教会和那个负责人解套 如果有人从你的公司辞职 有人就花了一些精力 他没有改变 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你尽了当地的本分和责任就OK了 我们只是在祷告中尽我们的本分 等候应许的圣灵 有些人等不到也没有用 有些人也等不到没办法 比方说 然后那个少鸿最近在教吉他 然后他就栽培栽培 花了所有的心思 然后栽培栽培了十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永远就是不行 其实也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尽了我们当今的本分 因此我们服侍所有的人 这些人的结果我们不用负责 而我们只是尽我们当今的本分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角度 两个很重要的角度 所以一个是从环境上 从个体的责任来讲 一个是从团队的带领上来讲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除掉你生命中的罪 而对于尤大的问题很简单 尤大是什么 尤大就是贪恋 什么是贪恋 什么是贪心 什么是贪 其实贪就是该给的要给 不敢拿的 不要拿 该给的要给 不敢拿的不要拿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定位和界限 当你找到你的定位和界限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团队中找到你的位置 不该拿的不要拿 该给的一定要给 这个无论是在经济上 在团队的荣誉上 在人际的关系上 都要找到这个位置 所以教会的DNA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对内有祷告的生活 然后呢 有重要的人事关系 好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很简单 对上和神的关系 对外的和人的关系 这两者关系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两个DNA 因此求助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也希望随着我们的四楼的装修的进度 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同工 我们可以能够上轨道 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各个部门 也需要求主来带领我们 也愿上帝能够来恩戴 不同的教会虽然有不同的选人方式 不同的事工可能有不同的发展 但是核心有一点 同心合意 是整个教会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同心合意是什么 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他们同心合意的传讲上帝的福音 他们配搭的同心合意 最后呢我对今天的信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当我们去看犹大的事件的时候呢 彼得给了我们一个角度说 从诗篇上说了什么 诗篇上怎么说 其实从现状看犹大的失败是对团队一个伤害 但是彼得从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个角度 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一切的发生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圣经给我们有了一个永恒的眼光 圣经让我们知道 人心一万物都诡诈 谁能够失透呢 因此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中 第二个 让我们有祷告的心 等候圣灵的应许 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 对自己有耐心 等候神在别人身上的应许 对别人有耐心 第三个 圣徒的关系 因为我们有耐心 所以我们就会忍耐 我们就会相爱 我们就会配搭 我们就会扶持 我们就会接纳 最后一个 我们从犹大的教训 我们需要去提醒的就是 神对人其实是不离不弃的 哪怕是犹大 上帝对他的爱 也是不离不弃的 其实犹大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 就是上帝对他一直没有放过手 因此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 我们的教科的DNA就是 求上帝帮助我 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可以彼此配搭 我们可以彼此耐心等候 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其实当我们跟你讲话少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人讲很多的话 我们去听你的声音少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很多时候愿意去听人的话 主啊 我们愿意安静在我们的心在你的脚前 教会诞生在一个祷告会中 当有一群人同心合一地 等候你的国度的时候 教会就产生了 你的同在就产生了 你的账户就立在那里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礼拜五的祷告会 还是让我们会前的祷告会 还是让我们今年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操练祷告的生活 也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的出行 让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都能够多花一点时间 可以安静在你的脚前 因为教会是你的国度的彰显 我们愿意同心合一地 来寻求主你自己的面 天父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脚前 说我们愿意靠着 靠着你在祷告中 去等候你的应许的成就 孩子一直真的是 有时候在想 你到底在我们这个 国语的这个教会 你的心意和计划到底是什么 你在我们生命中 要实现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耐心地在这里等候 我们也预备自己 感谢你的恩典 借着环境 借着场地 借着这些事物 都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 丰富的恩典 也借着爱你的人 像云彩一样 环绕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真的是求主 特别地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地 来信望你的福音 我们也恭敬地把 2015年曾经 离开过我们的弟兄姐妹 交代主的手中 或这样或那样 但求主保守他们的爱心 越发地坚强 也让我们能够学会 能够去处理各种的事 靠着你的恩典 能够得胜有余 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